不安防 神秘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亲爱的朋友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电视祷告会 我们要从细细加往的祷告来看祷告的能力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它创造天地和万物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它是瞎眼看见全醉的行踪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它创造天地和万物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它是瞎眼看见绝对能行踪 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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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它创造天地和万物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它是瞎眼看见全醉的行踪 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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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全能比上帝 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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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全能比上帝 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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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如果要叫太阳望后倒退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发生过这种事情 在列王记下里面就提到 提到说当西家王生病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进去见他 就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遗命 就是遗嘱给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家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 西西家就痛哭了 哇 真的 有的时候如果 上帝把我们接走 好像也不要先告诉我们 比较好 先告诉他 有时候想到就悲从中来 就痛哭 哭得好难过 后来声音上记载说 神就听他的祷告 所以神就让以赛亚说 你回去告诉他 说我听他的祷告 他说我必加征你 十五年的寿数 而且我还要救你和你的城 脱离亚述王的手 然后西西家王就问 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医治我 到第三日 我就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什么兆头呢 他说上帝说要医治我 真的吗 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那有没有什么记号 不要让我空欢喜常 然后 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成就 他所说的 他给你的兆头 是可以让你选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 还是要往后退十度呢 西西家回答说 日影向前进十度 容易 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 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 亚哈斯的日轨 向前进的日影 往后退了十度 圣经里面其实不止 不只是一次 在过去也曾经记载过 当他们打仗的时候 日月就停止 所以上帝真的就是一个 能够掌管万有的上帝 新约也看见耶稣平静风浪 耶稣斥责风浪 风浪就停止 所以我们看见 万物都浮在神的手下 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是 他要日月停 他就停 还要日月退后 他就退后 我们人真的是 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让人大欢呼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祷告 要很有信心 我们看见神 真的是会看中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过去里面 常常讲到说 神有祂的主权 我们常常强调 神有祂的旨意 可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祷告 的的确确 是能够让神改变祂的心意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西西家网 本来按照神定的日子 他应该到此为止 这叫做见好就收 在他的整个治理 整个国家 是最好的时候 神说可以了 你把国家交给别人 但是从人来想 就觉得我既然这么好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把我收走 的确是因年早逝 所以我们没办法接受 所以西西家网就说 我不要 我没有准备好 我没有准备好 请你让我再活久一点 上帝也很慷慨 好 既然你这样祷告 我就增加你的手术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不要怀疑 神有祂的旨意 没有错 但神说你依然可以祷告 神的旨意不是说 定好了不能改 神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自己这样规定 所以我也没办法改了 那他就不是神了 神有祂的心意 但因为祂是神 神不会被祂自己的心意限制住 祂是可以改变祂原先定的计划 所以为什么人可以悔改 神让约拿去向尼尼为人传福音 这是我们在这个系列祷告会里面的第一集提到的 神让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 神的心意就是希望尼尼人悔改 所以尼尼为人如果没有悔改 审判就会临到他们 他们如果悔改 神就收回本来要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 这当然人生应该是 你有悔改了 当然就是上帝要改变 你不能上帝说 对不起我已经决定了 就是这样 你再悔改也没有用了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处罚 人生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改变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蒙福 只是那个方式改变而已 所以只要是与你有益的 神认为让你可以成长的 神就允许 所以西西家王多活了15年 这15年的启示是什么 这15年的启示就让我们知道说 你想活久一点就跟上帝求吗 不是 不是 我们常常把眼光只有放在这一段 很神奇的记载 因为太神奇了 你可能忽略了另外一处的记载 在另外一处记载 在历代之下 历代之下在第32章24节说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 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日头向后退 25节说 西西西家却没有造他所蒙的恩 报答 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 并耶路撒冷 你看见没有 我们的祷告真的就反映出我们的思想 反映出我们生命的光景 当你谦卑的时候 当你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应允你 但是当你骄傲的时候 神要阻挡骄傲的人 声音上说 耶和华 赐恩给谦卑的人 却阻挡骄傲的人 为什么西西家王一开始 神会延长他的寿命 因为真的就像他的祷告的 他的祷告说 我在你面前是怎么样的敬虔 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是怎么样的正直 的确是这样 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他就向神祷告 他遇到任何的困难 西西家王都是来向神祷告 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 不断地去鼓励他 不断地把神的话临到他 所以西西家是一个与神同行的 是非常难得的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很不容易看见的 一个非常忠心 一个非常正直 非常照着上帝的心意 在管理国家的一个好王 他真的是一个好王 可是你就会看见 当神给他恩典之后 历代之下记载说 他蒙了恩以后 却反而心里骄傲 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警惕 人性就是会这样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很谦卑 可是呢 当你得意的时候呢 就会忘形 我们就骄傲起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 祷告的能力 可是你也不要忘记 祷告之后 我们要更警醒 基督徒常常做见证 说我今天什么事情 我祷告以后 上帝就帮助我 上帝就答应我 然后就怎么样 我们就好高兴地做见证 可是呢 做见证完了以后呢 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恩 会不会像西西家王一样 多那个十五年 反而让他骄傲了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是一个恩典 如果你不持续的话 恩典有可能变成 也是一个灾难 那相反的 你现在看起来 是一个灾难 如果你依靠神的话 神也会化 咒诅为祝福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不只是我们相信 神可以做到任何一件事 包括日月停止 甚至发故向后退 但是这都不是重点 神可以很轻易地 做这件事 神可以让日头向后退 但是神能够让你的心意 向后退吗 神能够让你悔改吗 这个才是重点 日月都听神的话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神要他停就停 神要他走就走 神要他后退就后退 但是我们呢 我们在跟随神的人 神只是让西西家王 多活十五年而已 他就忘记自己是谁了 就神帮助我们 做基督徒这条路 不要因为你蒙了恩典 祷告蒙应允 你就忘记 后面要继续警醒 也不要因为眼前有困难 你就忽然又觉得 神不理我了 很多基督徒 我们都会很情绪化 神有恩典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 阿神好爱我 然后没有照你的意思 你就灰心沮丧 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 就是来到主的面前说 神啊我相信 祷告真的是可以 能够来做一些 本来可能世人看 是不可能的事情 神确实垂听祷告 而且只要神愿意 祷告真的是可以 把山移开 神可以垂听任何的祷告 但重点是 神听了这个祷告以后 我们有没有因为 祷告蒙垂听而蒙福呢 这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 神做了他的部分 神给了恩典 我们有没有这种生命 去持守这个恩典 珍惜这个恩典 让这个恩典 真的就是 十五年二十年后回头看 它还是恩典 而不是若干年后回头看 其实它反而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它是你人生走下坡的开始 因为大卫也是这样 当大卫不再去征战 在王宫里面以后 好像舒服了不用打仗了 却是走下坡的开始 基督徒真是要警醒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警醒度日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知道怎么 运用祷告的能力 我们一方面祷告 相信神的大能 一方面我们要很小心 当神应用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要更警醒 我们应该是要 里面要更小心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Robert 却是个警醒 哈哈哈 会终于是寻的 祝我 祝我们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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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们在偷偷发的 对你的生活 祝我 让我们能见到 跟你们 因为我 远的 既然 祝我们上师 因为我们也经历 我们得了永久的望远 祝主啊 感谢祢 祝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能够随时 解释地高 祝我们不要看你 祝我们这样能信 因为真的 感性的方法 你是主 祝我们不在信 祝我们只要我们信 所有的一切都行 祝我们感谢祢 祝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祝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谢谢祢是伟大的 祝我们谢谢祢是奇妙的 祝祢是我们的伟大 奇妙神 祝啊 当我们来到祢面前 求告祢的时候 祝祢就让我们 经历到祢的奇妙 祢的伟大 祢的信实 祝啊 祢的大能 祝啊 我们真是再次 要复复在祢的面前 祝啊 让我们再次相信 祝我们在祢面前的求告 都蒙祢的垂听 祝祢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信 凡事只要我们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祝啊 求祢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寻求祢的时候 主我们不断向祢 祷告的时候 主 祢在祷告当中 让我们遇见祢 让我们自己 亲自被祢调整 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所求的是祢的旨意 主 是祢所喜悦的 主 若我们求的不对 求祢光照 求祢引导 主啊 在这样的恩典当中 我们就要蒙祢自己的赐福 蒙祢自己的引领 主 因为祢所赏赐的 必是最好的 主啊 祢要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 主让我们在向祢寻求的过程中 我们真实知道 主啊 祢是那慈爱的天父 祢必把最好的给我们 主我们用信心去领受 除去我们的惧怕 让我们怀着感恩 相信的心来到祢面前 领受祢所有的应许 主看到祢 照祢的应许 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荣耀 大大的归给祢 主谢谢祢 谢谢祢 只这样爱我们的上帝 谢谢祢 我们也一起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不要把焦点 放在环境 是不是多增加了 多活15年 这种世界上觉得 这叫做福分 福禄寿 但其实 神本来良给西西家 说到此为止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说 神给的 其实是最好的 我们所求的 不见得 照我们的意思 不见得就真的是好 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不要定睛在 事情有没有照我们的意思 让基督徒不会随环境起伏 而是真的坚心的相信 神预备的必定是最好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我们一起 我们常常预设立场 说要怎样 我们常常想这个事情 要照我们的计划是怎样 但主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主啊 你所预设的就是最好的 我们看过见味了 主我们自己看了 常常这么多 我们常常会看错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决定 怎么样看到你的 留住来带你 谢谢你 帮助我们 不会看过把心 主啊 让主神的多什么用心 去抓住 到谁 自己的影响 抓住你 然后 祝我们来看到你的心 祝我们相终的心 祝我们就在你 自己的识意中 来寻求你的面 来看到你的大心 祝我们 亲爱的父神 谢谢你让我们 每个人都有 祷告的权柄 求你让我们 在为我们自己 祷告的过程当中 学习怎么样能够 做一个和神心意的祷告 我们常常真的 不是只有望求 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按着自己的心意 对你有一些 很预设立场 希望你能够 依照我们的期待 来成就你的旨意 主耶稣 求你真的是 挪去我们的 我们狭隘的眼光 也求你让我们 能够顺服你的带领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求你 赐给我们这样 顺服你心意的态度 在祷告里面 也被你深深的调整 倘若你真的答应 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也让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继续持守 这个蒙福的生命 求你让我们 不要因为背逆 不要因为骄傲 而更深的远离你 而更深的 酿成自己的灾难 求你让我们 在这祷告的过程当中 是深深的 更深的抓住你 而且被你更新 求你让我们 继续过蒙福的生活 求你继续引导我们 接下来我们 也为我们 这些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会把眼光 放得远一点 不要只放在眼前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 你到主面前以后 神怎么看你 在世界上 多活15年 多活150年 你多活1500年 祂还是会停止 祂其实 祂还是短暂的 所以求主 让我们明白 这种奥秘 让我们明白说 我们来世界上 不管多长 或者多短 生命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内容 神会替我们 决定长短 但是我们自己 要对内容负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定睛仰望在 我们将来要面对它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要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只是思念地上的事 我们就一起 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 祂要在天国 祂让我们不要定睛 在地上 不会被这些事情困扰 祂啊 请祢教导我们在世界上 怎么过失 跟着生命 祂啊 感谢祂 祂啊 祂啊 我们愿意在世上 我们就愿意看到 祂的真正的 祂啊 祂啊 看着别人的眼光 可是总真正定情仰望 定情仰望 主啊 亲爱的天父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上 主啊 你为我们死定在十字架 你修复了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你让我们有着祷告的权柄 是的 主 主 保守我们 不要只是在灰心上之的时候 才来抓住你 主啊 我们在得意的时候 我们更要更要感谢你的恩赐 主 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 不要定金在地上的财富 主啊 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 要我们定金在天上的财富 是的 主 因为在地上的财富 随时都会消失 随时都会失去 当我们随时失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行的时候 主啊 求你让我们是定金在你的身上 定金在你的身上 是的 主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让我们能够为着我们的未来来祷告 是的 主啊 求你 继续带领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把眼目放在天上 我们积财宝在天上 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 主啊 感谢赞美你 谢谢 西西家非常清楚知道祷告的能力 所以他非常相信祷告 所以他任何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所以当先师告诉他 你要日头向前进 要向后退的时候 他很有信心说 那我要向后退 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兆头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祷告的心智 所以我们就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不要一面祷告一面 其实不相信祷告 我们一面祷告一面又觉得说 反正神有祂的美意 我们的祷告就变成很消极的祷告 变成一个很软弱的祷告 求主让我们真的明白 我们的祷告神真的有听到 而且真的是 只要我们的祷告不违背神的心意 祂可以成就 甚至连日头往后退 祂都可以成就 所以我们就深信 我们的祷告神实在是垂听了 那神要怎么做 那是祂的主权 但是神绝对垂听 这是每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都要在主面前 真的是要坚定的相信的 所以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让我们一面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面相信 每一个祷告都达到神面前了 我们就更持守我们的祷告生活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求祢将到我们来持守我们的祷告 祂都要在祷告的生活 主让我们打到的时候 我们就迟到说 主祂随着打死 主祂的确着随着打死 主祂的打死 我们的打罚都带来我们的误言 我们的打罚都带来人生命的伴奏 我们会加持打罚 主啊 神父祢给我们的信息 主啊 让我们的面前 祂都要在我们的祷告中遇见 主啊 求祢在我们的祷告中遇见 主啊 遇见祢亲自来向我们 信领祢的信息 主啊 祢亲自让我们遇见祢来看到 主啊 祢自己的人 每一个信息 主啊 祢求神带来我 主啊 我们在祢面前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祢将这样子 祷告的权柄加给我们 在今天早上 孩子要再一次的向祢恳求 主啊 恳求祢那带倒的火 要再一次的燃烧在我的生命里面 看见我们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 走在祢的那个计划的里面 因为祢所良给我们的 就是最美好的 主啊恳求祢将那数天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智慧一切的言语 主啊还有那个带导的能力 再次的点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我们不为着自己的钱财 为着自己的财富 为着自己的前途来祷告 因为主我们有信心 我们相信 这一切祢都要加给我们 因为我们定精在祢的里面 我们定精在祢的国 祢的义 其他的一切 祢都要加给我们了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祢 谢谢祢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 还是感谢赞美祢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君王来祷告 你看见当一个国家的王敬畏神 那个国家就很蒙福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 现在的元首祷告 我们请所有的基督徒 都要为你的国家祷告 为你的那些执政掌权者祷告 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 要为他们祷告 使我们能够平安的度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一起为 执政掌权者 把那一切的贪婪 误会 那些腐败 都从我们的国家处去 求主赐下圣洁公义 叫他们知道 那个位置是神放他们在那里的 愿神的公义能够从他的宝座上 留到我们的国家来 我们一起同生来祷告 主我们要再次为了国家来祷告 主啊为这再为基督征掌权者祷告 主啊求祢来带你 主让他们敬畏你 主让他们能够成功 主要让他们释放你 主你帮助他们 求祢来带你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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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得永久 让我们来敬畏你 主啊 我们都要敬畏你 我们也要振虎 所以祖 arc 主主 祖你来带我们 主啊 主啊 让所有的职政掌权者 他们知道 前面的周末 他们会把那个贪污进行败 然后把那个关心的勾结 把不公平的事情 从他们的当中进去 配合了全世界 政权 主啊 是个非个顺求的国家 是个非个荣耀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 这个什么ARD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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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 为着我们的元首 为着再上这些的 五院的院长 立委 来祷告 主啊 求主你让他们清楚的知道 主啊是你掌权 主啊他们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位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主啊不是靠着他们 过去的学历不是靠着他们经历 所得到的乃是主啊 你所带领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有看见 有一些立委他们已经成立了 这样一个团契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 主我们相信主 你有你的旨意在这个国家里面 主啊我们相信主啊 当元首成为一个 属灵的人的时候成为一个顺服 主你掌权权柄的人的时候 主啊我们国家是整个蒙福的 主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我们看见太多太多的例子 主啊我们真是深愿 我们的元首能够成为一个 顺服主的人 主啊甚至我们的各部位的首长 五院的院长 主啊所有立委 主啊他们都能够成为 顺服你带领的人 他们照着主你的公义 照着主你的慈爱 照着主你的带领跟旨意 来掌管这地 主啊深愿主你亲自来赐福 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愿 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要为着这些人祷告 主啊我们相信 我们的祷告是蒙你垂听的 你也有你的指引你的带领 主我们相信这一天绝对会来到 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宣告 感谢主 是的主万国万族万民都属于你 是的主全地都在你的掌权之下 因为我们有伟大奇妙神 荣耀归给主 祷告公主的名求 阿们 在那没有难成的事 在那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全能的上帝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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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